目前长寿医学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然后如何抗衰 如何安全地通过一些小生子 或者天然的物质来抗衰 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在这些几年 也就是最近的三无能 那么2024年 今年在中华老年课杂志 以这个流云为首的 学者发表篇文章 中国老年医学专家 对于抗衰的策略的共识 那么衰老目前有一些生活学的特征 比如说这个专利的损耗 基因组的这种稳态的缺失 比如说慢性的炎症 比如说这个营养感知通路的这种变化 继续的自视功能的变化等等等等 包括这个有关机的变化 那么这些就是潜在的把点 所以说呢 他们推荐的目前认为的一类 一类的抗衰药物 有可能有这样五个 我来给大家谈一谈 第一个是这个 雷帕梅宿 雷帕梅宿本身这个 但是它有些副作用啊 什么肾功能损害等等 所以雷帕梅宿呢 虽然可能有效 但是在大规模的人群的应用呢 它的限制就是一个雷帕梅宿 然后这个二甲双瓜 二甲双瓜是一个抗糖药啊 那么安全的 那目前呢 这个尼尔巴斯莱啊 这个正在进行一项大型的雷帕梅宿试 我们等待这些雷帕梅宿的结果啊 如果这个结果不错的话呢 可能二甲双瓜是第一个 用在临床上的一个 抗衰的这样一个药物啊 然后阿卡波糖呢 目前呢是 证定上不足啊 有可能啊 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 阿卡波糖 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 比较安全的啊 亚金安 亚金安 Spermidin Spermidin这个有大量的动物实验 但是人体实验上少 但是它耐受性比较好 所以呢 应该是比较有前途的 Spermidin 然后NMN呢 同样啊 因为已经在市面上有兽了 所以相对安全 但是呢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也就是说呢 目前已有的这个抗衰的这些干预手段呢 可能的亚金安呢 NMN呢 二甲双瓜 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疗效呢 二甲双瓜等待目前的大型临床实验的结果 那么NMN和阿卡伯唐 还有亚金安呢 都还需要这个更多的人体身体结果 那么当然呢 您如果觉得自己觉得啊 这个相信它的疗效的话 您自己愿意啊 然后这个也不差钱 也可以自己去尝试 像MN在国际上流行 对吧 然后Spermidin 亚金安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 这个 是这两年开始 才慢慢的受到重视的一个 来自于膳食的一种 一种天然物质 Spermidin 亚金安 它可以促进这个 自视 那么主要是自视图 好的 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啊 这个衰老是一个生物过程 那么延缓衰老是有可能的 对长寿医学在最近的三五年 受到了大家的这个重视啊 就是老龄化的问题 目前呢 应有的据据总结一下 二甲双瓜等待大型临床实验的结果 这个是尼尔巴子来临岛的临床实验 阿卡伯唐需要更多的临床实验 然后 尼尔巴梅兔大概率呢 不会大规模的应用 因为它的副作用 然后呢 亚金安和MN 尚待更多的人体实验的证明 当然MN呢 因为这个David Sinclair 他的个人的 吹捧和站台 以致力把MN捧成了 一个抗衰的热门了 但实际上呢 David的本人呢 的诚信也是有点让人怀疑啊 最近这个狗狗摔鸟的丑闻 导致他辞去了 就是他创办的这个学院的变长职位 对吧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Supermedia 亚金安应该是 还有潜传的 我个人的看法 还有别的一些成分 我们的 FoomLab正在 进行证据的 一种复习 以及一些 临床诊照实验 感谢大家 先和冯老师跟你分享 真实可靠 通促易懂的 长寿医学 支持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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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